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刚刚召开的市委13届13次全会提出 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指正朝夕真抓实干 以新担当新作为 奋力推动十四五开好局 针对全会报告提出的新理念新举措 我台从今天起推出奋力2021系列报道 围绕明年如何推动十四五开好局 其好部 集中报道各政阶相关部门单位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加快推进三大中心建设的具体措施和计划 市委13届13次全会对台城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定位导航 对各项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为此 台城街道提出 要在党建经济民生三方面发挥权势阵阶龙头作用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以新担当新作为 奋力推动十四五开好局 经过多年发展 台城街道经济实力显著雄厚 城市版图迅速扩大 城区人口汇集 百业兴旺 台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杨俊明表示 接下来台城街道将主动作为全力以赴 以新担当新作为 奋力推动我市十四五开好局 强化党建领航 认真学习习建平总司机重要讲话 重要主持精神 用好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锻造政治过硬 能力过硬的干部队伍 做好高质量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 具体做好三大重点工作 一是抓党建促提升 谱新章谋新天 结合村级镇级换届 锻造政治过硬 能力过硬的干部队伍 强化干部教育 发挥市党群服务中心 乐家园 骗居党校等阵地作用 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 助劳群众根基 二是抓项目促发展 强产业开心局 主动融入北部产城融合中心 以产业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力支持特异药业等龙头企业增资扩产 推动64家归上企业发展壮大 夯实发展基础 作优实体经济 积极抓好招商选资 提制增量高新企业 力促产严创新 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开拓发展源泉 借助中开高速开通契机 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周边 建设新型工业园区 完善工业平台建设 提速西湖工业区 石化路旧厂区三旧改造 推动厂新工业园扩原体制 盘活闲置土地释放发展潜能 三是抓机遇促转型 新城乡惠民生 促进侧文路 莲花路等路网优化 实施人工湖周边老旧小区改造 东区环境整治等 加快形成城区四大商圈 培育台城特色饮食街 点亮业建经济 提升城市品质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推动贵水湾美丽乡村文旅项目 加快建设 打造西南片全域旅游线路 聚焦乡村振兴 以促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 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 生态保护 文化建设 安全生产等工作 抓好民生实事 本台记者黄中原 陈顺杰报道 嗯 theo avour 表